各位弟兄姐妹元宵节愉快 最后一天啊 新年就要过去了 真的很快 那么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段信息 在整个的圣经里面是 比较少分享到的 那么甚至呢 有些就把它忽略掉了 因为在整个圣经里面 这一章啊 这一章是很多基督徒不愿意读的 把它跳过去 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一点 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话 那么既然能够记载在圣经里头 神必有她的用意 甚至呢 更深 所以呢 我们今天花点时间啊 我就来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 这一段 那么 称之为她比我有益 我们看这个她 再看右边这个图 我们就知道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一位女子 这是一位 千古的一个奇女子 我们 首先先看一下 主耶稣的家谱 我们今天要从 主耶稣的家谱 先分享起 因为今天 没有读经 所以呢 很多地方我就来为 大家一起来读 在主耶稣的家谱 我们先看 在我还没读之前 我们先看左边 左边的家谱里面 有五位 主耶稣的先祖 中间是玛利亚 右上角是巴斯巴 右下角是塔玛 然后左下角是拉荷 左上图是路德 这五位 都是主耶稣的先祖 我想在这五位当中 当然玛利亚是 大家最熟悉 那么其他四位呢 都很奇特 由于这四位 主耶稣的先祖 导致我们整个圣经的写作 有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好 我们先从马太福音 第一章第一节开始 我来为大家读 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这是写自于 马太福音一章一节 第二节到第六节 亚伯拉罕生以沙 以沙生雅各 雅各生犹大 好 我们就跳过去 犹大从他马市 生法勒斯 请注意这个 我特把它用其他的颜色 把它摘录下来 拉顺生沙门 沙门从拉荷市 生波阿斯 波阿斯从路德市 生厄贝德 厄贝德生耶稀 耶稀生大卫王 请注意下面 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 特别这篇记载 是别人的妻子 乌利亚的妻子 就是巴斯巴生所罗门 这一段记载很有意思 尤其大卫这边写一个 从乌利亚的妻子 连名字都不写 生所罗门 等于是说 别人的妻子 十六节 雅各生约瑟 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 是玛利亚的丈夫 这段家谱写得 非常的奇特 那么我相信 我们 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 最不喜欢读家谱了 所以这段家谱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读过 但这段家谱 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家谱 这个 我把几个都特别 把它摘录下来的 他马是拉荷是路德 是别人的妻子 我俩的妻子 圣所罗门 居然耶稣的先祖是这些人 很奇怪的 我们今天来分享这些 我们先看 犹大是谁 因为 耶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 那犹大先祖是谁 就是犹大 犹大是雅各的 第四个儿子 可是犹大后来变成长子 为什么呢 我们看圣经 它很详实的记录 雅各有十二个儿子 就等于说有十二个支派 老大叫刘便 刘便 刘便于雅各的 的这个妾 等于是 他的计目乱伦 所以被剥夺了 长子的名分 这都有记载的 这三十五章的二十二节 还历代自上五章一节 都有记载这件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圣经是很详实的记录 然后老二西勉 和老三立位 在抵拿事件中 残忍杀人 只要杀过人 就没办法 继承长子名分 这发生什么事呢 雅各有个女儿 在抵拿的时候 被这个强暴 所以雅各的两个儿子 就把抵拿人 全部都杀了 一恩材人的事情 所以老二老三 也没办法继承长子 因此老四犹大 就继承了长子的名分 请注意 他不是真正的长子 他是继承了他的名分 这两个是要分开的 一个我就是长子 但我没有名分 跟我们宫廷居一样 很多长子未必是太子 长子是名分 可是太子是名位 这个犹大就继承了 长子的名分 那么弥赛亚从 犹大的血统中诞生 我们可以看到 圣经里面很多的婚姻 都跟弥赛亚有关 这一段 一开始我们就会看到 耶稣家府的 真的有些混乱 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混乱 是非常混乱 你要很详细的读 我们慢慢的分析 我们就慢慢跟各地人分享 我们就会看到 我们不要一开始就说 我们的弥赛亚一定出了 多高贵的血统 多高贵的家庭 从耶稣降生到 马朝 我们就已经知道一件事 我们的神都是从最低层 最底层 最弱势 开始去重用 我们往下看 耶稣家府 我们可以称之为 混血的家府 我们看 左边 我花了很多时间了 居然找到了这五位 耶稣的先祖 竟然都让我找到了 那么每一位先祖 他背景都不一样 重要来讲 几乎都不是犹太人 所以耶稣不是纯犹太人 耶稣的血统是很混的 那么他马 我们看中间 他马是谁呢 他是迦南人 简单来讲 就是 我们套局 我们今天讲的话 就是原住民 他马是原住民 可是 他居然是 犹大的媳妇 拉荷 拉荷的身上写的 更把他写的 这个 他的身份是妓女 但是我今天必须说 我们要给拉荷 要给他怎么样 必须要给他证明 就是正式的证明 拉荷不是纪律 我们的中文翻译 大错特错 为什么叫拉荷是纪律 当然我们今天 没有我们今天讲的不是拉荷 但是我可以顺带提一下 圣经记载他的身份是纪律 那是翻译错了 我们如果从西伯来的原文 从希腊文 我们都看不出纪律 这两个字 那拉荷到底是什么 是这样子的 在迦南原住民 所有的职业随便你做 可是从犹太人的角色 角度来看 有些职业 女子是不能做的 拉荷当时从事什么职业 特别我们现在讲的话 拉荷开了一个晚上的KTV 钢琴酒吧 好吗 然后呢 外加民宿 他做的是这个 他不是纪律 可是这些行业 在当时的社会是 女子不可以做 你做这个行业 就是非常吓得 所以因此加为纪律 千百年来 没有人帮拉荷 去洗刷他的污名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后 我们心就稍微平一点 我们有天被污名化也无所谓 人家拉荷了 人家拉荷是耶稣的先祖 被我们中文翻译成现在这样子 他被污名了三千年 他也没讲话 算了 污名就污名 但我们今天讲这边的时候 我们就顺便要提出来 拉荷他不是纪律 为什么 从越来越多的文献可以看出来 当纪律亚派了几个探子 去加兰地的时候 最后拉着从城墙上把它坠下来 对不对 纪律可以住城墙吗 我告诉各位不可能的 在当时的社会只有庙祭 没有纪律 因此没有纪律这个名词 是庙祭 迦南人他们相信他们的庙里面必须要有一些女子 这些女子当人家去祭祀的时候 这些 里面这些女子是有年约限制的 签约的 在那边奉献他们的身体 他们叫这个叫庙祭 只有庙祭没有祭祇 所以 庙祭是住在庙里面不可能出来 怎么可能从城墙把它坠下来呢 因为拉合的酒店就在城墙下 所以很容易就很容易 所以今天我只顺便提一下 这也不是我乱讲 很多文献 越来越多文献 再给拉合去污名化 我们被污名了三千年 我们中国人的错 我们华人的错 英文 甚至写法都没有这么写法 好 路德 路德 他不是加拿人 他是摩押人 摩押人是谁呢 摩押人是罗德跟他的女儿发生了乱伦以后 生下来的后代 所以路德 路德 你看为什么圣经会特别讲拉合 会特别讲路德 原来他们都是耶稣的先祖 就像说巴斯巴是犹太人 但是在耶稣家谱里面 没有写巴斯巴 只写乌利亚的妻子 这代表什么 在整个圣经里面 认为这是一个最坏最坏的事情 连名字都不行 但事实上 这个女子存在叫巴斯巴 好 这几位奇特的女子 都是主耶稣的先祖 所以主耶稣先祖里面有什么 有犹太的血统 有摩押的血统 还有迦南人的血统 我们讲这些我们就暂停一下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神会安排约瑟到埃及去 再把以色列人从迦南地 再把他牵到埃及去 因为再混下去就没有以色列人了 所以当神把这一批以色列人 他的血民带到埃及 在那边带了四百年 反而带了四百年是 以色列的血统最纯正 因为在四百年当中 以色列的名分是什么 是埃及的奴隶 谁会跟奴隶联姻 谁会跟奴隶通婚 所以反而在后来的四百年当中 我们看创造记后面 创造记从第37章开始 到50章是约瑟的传记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神把他的血民 又从迦南地迁到了埃及 以待四百年 为什么他那么久 因为让他的血统再一次进化 所以创造记后面 为什么要出埃及记 圣经的伟大 不是在于你读了多少遍 而在于你要了解 圣经是怎么写的 圣经是怎么来的 每一章的前后 都是有它的关联性 为什么只要读一本圣经 你从一生之力 你看不完的 因为里面的奥妙太多了 我们常常想 为什么神要把 神要把雅各 整个家族迁到埃及 他借着一次干旱的事件 迁过去 为什么 因为 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雅各那个阶段 已经乱成什么样子了 已经乱了 一塌糊涂了 已经乱了 再往下走 没有以色列人 所以我只是顺便提一下 创世纪 为什么会有 出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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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又要出来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四位奇特的先祖 我刚刚讲的四位 玛利亚我们不算 我们看其他四位 他的背景都不一样 但是 他们都力争上游 路德记好了 路德记得力争上游 对不对 那么 而且他们都不受 环境的影响 这四位先祖 完全影响了 后来旧约 整个圣经的写法 一直影响到新约 待会我们会一起 会一起来 一起来分享的 在当年女子的时代 从旧约一直到新约 这三千年来 女子的地位 是非常非常低落 她必须要 依附的男人之下 她才能生存 可是非常奇妙的是 怎么样 女人在圣经中的地位 是非常的崇高 这就让我们不得不说 神的意念高过 人的意念 在整卷圣经中 有两个地方非常特别 其中有一卷 是专门在记载 一个外邦女子 就是路德记 还有一卷 以色列记 专门记载以色列 怎么样 怎么样 把这个 让这个 以色列 遭差点 有灭族的灾害 把她拯救出来 所以呢 三千年来 哈佛教授 有一个 哈佛有一个教授 他就讲了 他说 他一直认为 摩西五经中 有极权 并不是出自于摩西的手 他认为是女人写的 所以好奇怪的一件事 就是 三千年来 女子在犹太人的社会 是非常低落 可是圣经中 的女子地位 非常的高 那么 我们待会我们会继续看 在圣经里面的女子的地位 她崇高到什么程度 没有女子 我们可以说 没有圣经 我们说从创世纪开始 不管是讲正面 影响亚当的是谁 我们的先祖 对不对 从夏娃开始 对不对 接着 沙拉 夏甲 利百加 利亚 拉杰 罗德女儿等 这些都是影响圣经写作 非常非常的重要 接着 这是第一个事 接着怎么样 上帝的帮手 都是女子 我在这边分享过几个 在每个节骨眼 上帝会安排一个女子 第一个 这个 我们讲 约基亚 摩西的妈妈 没有约基亚 不会有摩西 没有摩西 所有的以色列民族 就在埃及灭亡 对不对 在事实 就安排一个女子出来 哈拿 哈拿 我们现在正好再查 沙穆尔记下 哈拿 是沙穆尔的妈妈 沙穆尔是 事实记忆的最后一个事实 也是 神重用的先知 在那一个 以色列快被灭亡的时代 兴起了一个小孩 沙穆尔在三岁 就放到了教堂里面 那个时候 就是所谓的会堂 十二岁 请注意是十二岁 神就 清点他为先知了 十二岁 一个小孩就当先知 然后呢 他带领以色列度过最危险的 最后一代的事实 接着 帮以色列立国 所以才有以色列这个国家出来 好 他高了 两个国王 第一个 扫罗 第二个大位 都是他高的 所以在关键时候 神就会兴起一个女子 我们称之为神的帮手 我们再看雅比干 雅比干是谁呢 雅比干是大卫在逃亡的时候 一个很有钱的一个 犹大支派一个有钱人 这个有些叫拿巴 拿巴是什么都没有 就是有钱 拿巴是一个大老粗 当大卫要去杀拿巴的时候 他的太太出面 雅比干出面 也阻止了这件事 我刚刚讲过了 在摩西的 摩西的律法里面 凡是杀过人的 绝对不可以当君王 杀人跟打仗 杀人是两回事 大卫一生杀了很多的人 但都是打仗的 就是因为大卫杀了很多人 所以上帝不准他盖圣殿 大卫的手流了很多人的血 可是他都打仗杀人 他平时他不能杀人 所以当他杀人的时候 神安排了拿巴的妻子雅比干出面 挽救了大卫杀杀拿巴这件事 后来拿巴被神处罢 心肌梗塞死掉了 当时不叫心肌梗塞 现在叫心肌梗塞就死掉了 死了以后大卫就娶了 雅比干帮他的第四个大卫有很多的老婆 他的第四个妻子 雅比干一生帮大卫很多的老 大卫最后就立雅比干为皇后 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些都是圣经中的奇女子 那么特别要讲的就是在《创始记》的三十八章里面 整章是记载的 她嘛 不但是一个很同情的方式述说她嘛的困境 而且更称赞这个女子的一句话 千古流传一句话 她比我有异 什么意思 她做的事比我更符合神的标准 我做的是错的 讲这话是谁 是他嘛的公公犹大 犹大讲了这句话 她比我有异 就因为这句话千古流传到今天 我们今天就来分享这个秦女子 她对圣经中的意义 对我们到今天的意义 好 我们现在看故事的开始 那我来读给各位听 这个是有些是摘要 我没有全部写 从三十八章开始 好 我们待会分析一下 三十八章是很奇特的一章 创纪一共有五十章 三十八章是最奇特的一章 三十七开始是讲了约瑟的传记 三十七到五十章转到约瑟 传一三十八插了一章进来 跟约瑟毫无关系 为什么 我们待会都可以一起来分享 这是三十八章 犹大离开他弟兄 下到一个叫雅度兰人 名叫希拉的家里去 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 就娶他为妻 我们看第一句话 这个一开始我们就知道 事情大条 第一个 他离开了弟兄 离开了弟兄是什么意思 他离开了教会 所以离开了弟兄 在今天这边来讲 就是离开教会 再怎么样不能离开教会 他一离开教会 他就完了 没有教会的同在 他就完蛋了 他第一个 他犯了错 他离开弟兄 第二 他就原形毕露 就娶了一个迦南女子 他犯了两个错 接着 犹大又为他的长子而娶妻 名叫他玛 从那边已经看出来 他玛是犹太太 犹大什么人 媳妇 犹大的长子 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饿 耶和华就叫他死了 又是心肌梗塞死掉了 那么在旧约的时代 心肌梗塞起着很臭 都是立刻暴毙 立刻暴毙 那么尔就死掉 但是圣经没记载 他做了什么事 接着 第八节 这个在犹太人的社会 我们叫胸中帝旗 我们中国古代也有 也有这个 也有这个制度 就是说 为了要维系 长子的这一个 这一个血脉 所以弟弟要娶 嫂嫂 所以呢 犹大对恶南说 恶南是 是犹大的次子 第二个字 你当你与哥哥的 妻子同房 向他寄你为地的本分 为你哥哥生子立后 这叫胸中帝旗 所以要他 要他为他哥哥立后 但是呢 恶南拒绝了 恶南所做的 在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 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 又是一个心急梗塞 死掉了 好 犹大还有第三个儿子 犹大怕了 他就我们尊文讲的话 要求他是少走心的 我第三个儿子给他一定死掉 对不对 又是心急梗塞 不可以给他了 对不对 所以犹大心理说 恐怕是啦 也死 像他两个哥哥一样 对不对 犹大怕了 少走心了 对不对 就对他儿子父说 他马说 你去 在你的父女家守苦 等我儿子 士拉长大 他马就去 住在他父亲家里 他马见士拉已经长大 还没有娶他为妻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刚刚提到了 犹大怕他第三个儿子 也这样死掉 所以呢 就说 老三还没长大 好 我们这边特别要讲 什么叫长大 有 有规定的 十二岁 大卫娶第一个太太是十五岁 在那个年 到今天为止 十二岁 在以色列就是成年礼 我有看过成年礼 成年礼很深重的 很深重 成年礼要绕街的 然后绕街 还要跑到枯墙那边去 以色列十二岁 就是成年礼 十五岁就可以出去打仗 所以大卫在牧羊的时候 是十五岁 十五岁 那 所以那时候 那时候可能他马也年轻 然后士拉真的很小 他老说 那我就先回家等好了 十二岁过了成年礼 还没动静 还没动静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犹大的太太死掉了 犹大等他 太太手伤起满了 他就跟他的朋友 叫做亚度兰人希拉 上廷拿去 到那捡羊毛的人那里 什么意思 大概是在五六月的时候 要捡羊毛 为什么要做冬天的衣服 那么我们这边 可以看到一件事 犹大其实是蛮有钱的 大家朋友来边去 要去买那些羊毛 然后就有人告诉他马说 你的公公到亭拿捡羊毛去了 为什么要告诉他呢 从这边开始急转弯 他马就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 用帕子蒙着脸 又遮住身体 坐在亭拿路上的 伊拉映城门口 犹大看见他 以为是妓女 因为他蒙着脸 好 我们看左边两个图 上面这个图是 犹大跑到亭拿去 剪羊毛的图 下面是在亭拿的路上 这个他马就坐在那边 这个图我们叫 犹大问济 那么什么意思呢 这边讲了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 他马脱了寡妇的衣裳 在犹大的社会里 非常的严格 你的丈夫死了以后 在你还没有 再嫁给他家族人之前 你只能穿寡妇的衣服 寡妇在犹大的地位 在犹太人的社会 是个边缘人 这是边缘人 所以主耶稣会赞取 那个头两个铜板的寡妇 我们待会分享 是有他的历史背景 跟环境的背景 所以 他马回到他爸爸家里去以后 每天还是穿着寡妇的衣服 人家只要一看到穿寡妇的衣服 都是避开的 寡妇是不能有社交的 所以寡妇是个很可怜很可怜的 一个单独的一个人 很容易得自闭症的 以现在来讲就得自闭症 所以他们当时的精神病的人很多的 那么他马一听到这件事情 立刻脱下寡妇的衣服怎么样 蒙着脸坐在那边等 好 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 来吧让我与你同情 他原来不知道是他的儿媳 他完全不知道 他马说你要与我同情 把什么给我 要钱的 对不对 要先把条件谈好 犹大说 我从羊取里面取一只三羊羔 就是一只小羊给你 可是他马不答应 他马说在还没送来之前 你要给我一个档头吗 什么意思 抵押品 你先一个抵押品给我 那否则 这个 这个是不可以的 叫做档头 他说我给你什么档头呢 犹大说 我现在手上也没有羊啊 我给你什么抵押品呢 他马很聪明 要了三样东西 第一个你的印 第二个你的袋子 第三个你守你的帐 这三样东西是代表什么意思 你的印 印在当时代表权 代表信用 我手上有印 就代表我是整个家族的 掌权的人 所以我把我的信用给你 好 我的印 还有呢 你守你的帐 你把你的信用 你的权 都放到这边 还有袋子 我要绑住你 他马非常地聪明 非常聪明 他要这三样东西 他要帐 待会我后面可以看到这张图 他要帐 他要帐 他要印 犹大说 我都给你 我都给你 然后呢 他们两个就同情 同情以后呢 他就怀孕了 请注意 他从他公公那里怀孕了 他马回去了 回去以后呢 摘下帕子 人就穿上做寡妇的衣裳 请注意这件事 他又穿上做寡妇的衣裳 这代表什么 他马是有意的 是计划好的 就是为做这件事 可是他的规矩 还就穿回来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看左边这个图 就是三个档头 一个上面是带子 绑住 我拿了带子 我就绑住 因为带子 带子是有阶级之分的 不是随便可以绑带子的 我们上朝廷也是一样 早上上朝廷 你看他绑的东西 尤其是宋朝 最明显 你只要看他绑带 你就知道他的极品观 这个带子都不一样 不能随便绑 那个带也是不一样的 还有印 这三样就代表了 这个人的身份 所以这三样就代表了 犹大他是一个组长的身份 24到26节 约过了三个月 有人告诉犹大说 你的儿父 他马做了妓女 且因形影有了身孕 犹大说 拉他出来 把他烧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如果这样读过去就算了 其实不是 当时社会是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为什么 犹大 连问都没问 只是一听 拉出来烧了 请注意当时只有一个人可以 做这样的裁度 这个人是大祭司 犹大已经建于大祭司的身份 说把他烧了 行影的人只能用石头把他打死 我们看新约就可以看到了 主耶稣碰到一个行影的女子 对不对 你要用石头打他 主耶稣在地上画圈圈 有没有这个 是不是 但是犹大采用的是极刑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从我们现在来看 在教会里面 只有我最好 你们都有罪 所以常常判人家死刑 这是他判人家极刑 把他烧了 可见犹大听到这事情 就恨他恨得不得了 而且呢 把他拉出来 是在他的良家 犹大做这种事情 他马被拉出来的时候 便打发人去见他 公公对他说 这东西是谁的 我就从谁怀的运 请你认一认 这运和带死并葬 都是谁的 犹大看了以后 套句话 我们现在讲的话 脸都绿了 满脸豆花 对不对 就是青春都长满脸 讲了一句话 他比我更有意 他做的是对的 因为我没有将我的儿子 撕拉给他 犹大失言了嘛 犹大就像媳妇说 你回家等我儿子长大吗 再娶你吗 没有啊 他失言了 所以犹大才说 他今天这么做 一定有他的用意 我们待会看用意在哪里 从此以后 犹大就没有跟他同情 等他把孩子生下来 后来他马生了 一对双胞胎 那故事就到此结束 这个很劲爆 就写在三十八章里面 就写在这边 我刚提到这是一个 圣经里面最奇特 最奇特的一章 为什么 他编辑奇特 三十八章 这硬生生的插在约瑟的传记里面 不管从版面的编辑 或者章节的编辑 皆不合适 什么意思 明明是写约瑟的传记 除外差一个 根本是 根本是风马流不相及的事件 为什么差在这边 第二 他的内容更奇特 约瑟跟犹大两个人的道德标准 完全不一样 在雅各的眼里 其实雅各是把约瑟定位为 整个犹大家族的传承 在雅各的定义里面 并不是犹大 因为为什么 约瑟是被卖出去 约瑟的标准非常的高 道德标准非常高 我们在创传记也可以看到 约瑟到了一个波提反的家里 波提反是怎么样 波提反是四位长 以现在来讲 就是总统府的四位长 参军长一样的位置很高 他的家族要引诱他 约瑟都拒绝了 可是约瑟的道德标准非常高 可是好奇特的是 犹大的道德标准 其实非常低落 低落的 那么为什么要把犹大 最不堪入目的一件事 写在圣经里面 而且没有改 我们不得不说 圣经的奇妙 在这边圣经只记载 不做评论 他很详细地记载下来 他没做评论 而且为什么要放在 放在约瑟的前面 然后38章开始 一直到50章 讲到大汉 讲了很多 他这个内容很奇特的一章 他结局更奇特 他马最后生了双胞胎 并不是犹大的孙子 而是怎么样 犹大的儿子 对不对 他马是希望帮他的先生 留个后代 是他的长孙 结果变成了他的孩子 这都是很奇特的 这都是很奇特的 所以我们讲说 圣经的编辑 而且圣经不做任何的解释 一个编辑奇特 内容奇特 结局奇特的这一章 在37章跟39章中间 砰 插了一个38章 那么 这边让我们看到 罪在哪里 恩恋也就在哪里 那我们可能会想 为什么 神没有让约瑟继承 也就是说 为什么耶稣不是从约瑟 这个支派下来 而是从犹大这个支派下来 其实当你们再往下看 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其实 约瑟所有的 约瑟娶的所有太太 没有一个是犹大的 没有一个是犹太人 约瑟所有的太太都是外邦女子 而且约瑟所娶的外邦女子 这些人没有一个是信神的 从他这边下来 就不符合神的选民 要从以色列这边过来 所以里面当然已经签了很多神约上的事情 神约上的事情问我们的牧师吧 这里面有太多的问号问号问号 但我们今天重点是在看塔玛这个人 我们要看塔玛这个背景 好奇怪 这个字翻成中文是野草的意思 野草 我们都看过槟榔吧 它跟槟榔长得好像 我如果跟你说这是槟榔树 你们会信的 你们只是说这个槟榔树怎么结那么多槟榔 我们槟榔树没结那么多槟榔 你到那个南头去 南头去你看到处都是那个槟榔树 它长得跟槟榔很像 它叫野草 很甜 我吃过非常的甜 它的名字是野草的意思 野草是什么 野草是生长在非常干旱的地方 但是野草的生命力非常的强 你给它一个月不浇水 它也不会死掉 它比那个仙人长还要耐旱 也就是说它生命力非常的强 野草的旁边没有别的植物 为什么 因为它的生命力强 它的真 因为在那个环境当中 其他的植物都已经死掉了 可是它生命力很强 它不择手段 它所结的果实是累累 所以第一个 阿玛的意思就是说 它一定会在逆境中 会冒出头来 所以它的背景就是一个怎么样 就是一个真 就是真的背景 非常符合雅各 雅各出来就是真 雅各就是在真长子 阿玛它还是原住民 迦南女子 它不是耶和华的选民 所以阿玛的背景好奇特 居然是主耶稣的先祖 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 它玛的背景 我们回头再看 犹大 是一错再错 误了一个女子的一生 就是塔玛 塔玛是最无辜的 犹大错误的第一步开始 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离开了兄弟 第一开始就讲 他离开兄弟 下到迦南地去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千万不能离开教会 这边讲的比喻 离开兄弟就是离开教会 你可以换教会 但你不能离开教会 跟着教会 你觉得你要搬家了 像我们塔玛教会 有搬到淡水去了 我就帮他去找教会 可是不能让他离开教会 好 到国外去了 加入当地教会 就是不要离开教会 当我们是基督徒以后 你可以到你附近的教会 但你就不能再一离开 就是错误的第一步开始 所以犹大是一错再错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离开了兄弟 一个人 一个人到了这边来 到了那边来以后 他旁边再也没有属灵的朋友 再也没有可以帮他祷告的朋友 那么接着怎么样 他就第二错 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 他就忘记了摩西的教导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所以你们犹大人不可以 不可以取外邦的女子为妻 在进加拿尼之前 这个摩西在生命记里面 就写得很清楚 摩西说我不能去了 犹下带你们过去 可是我把生命记 我重生主于这个神的命令 所以我们叫生命记 生命记里面就告诉你 你到那边以后其中有件事 你不可以取加拿女子为妻 可是他做了第二错 更错的是什么 他还娶加拿女子为妻 让他的儿子也娶加拿女子 所以是一错二错三错 最后一错是什么 他背信 所以他妈好聪明 把他的印信拿走了 印信拿走是怎么样 你背信 你说要让你的第三个日娶我 让我能够怎么样 让我能够身份再能够恢复过来 我是犹大家族长席的身份 给他恢复过来 你没有 你背信 把印给我 所以他要了印 他要他的权 他要绑住他的意思 所以犹大是一错再错 从他离开 兄弟看 就一错再错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女子既然这么无辜 再加上她的名字 就是要真的意思 所以接下来 就是他在争取的 我们看到 这个不义的犹大跟义的约瑟之间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 我刚刚提到了约瑟 如果没有约瑟 由这个以色列民族整合就死掉 犹太民族就死掉了 约瑟是神放到埃及那边的一颗种子 但是神并不是让这个种子 作为主耶稣的一脉相成 这个种子是有他阶段性的任务 所以我们在查经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要查经 因为你查经以后 你才能够真正巩固 我们一个信仰的中心 我们可以看到 写圣经的奇妙在这边 那么一个义 一个不义 在这边是两个 非常非常强烈的 强烈的一个对比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神的恩典 不是只针对 你是好人 我就照顾你 所以主要是说怎么样 有病的人才需要医治 所以来到教会的人 你不要以为你是好人 你只是外表上你是好人 你往里面看 可能我们做得比犹大还要糟糕 可是神却让犹大的事迹 写在这个圣经里头 而且记载下来 让他记载 他跟他媳妇之间的乱伦的事件 所以我们没有权利去审判人 我们把每个人的内心世界打开来 都是很脏的 只是神让犹大最脏的一件事件 公开来 写在圣经里头 没有做任何的评判 所以保罗才会说 因为世人都犯罪 我们都不然都亏欠了神的荣耀 犹大没犯罪 犹大犯的罪更厉害 可能在法律上没办法制裁他 反而说他说他媳妇是妓女 可是事实上在整个神的标准 神的公义里面 所以犹大他马上反省 他说他比我更有益 他做的是对的 这才是让我们要去思考的 无辜者怎么样去反击这方面 他为什么要去争生存 要去争长子的名分 这边讲的义到底是什么 义是在神的眼中看为正确的事情 而且是做正确的抉择 这件事情很正确 可能你没有去做 这件事情很正确 你又去做 在神的眼中就看为义 所以我们说神的义是什么 神的义就是一个正确的事 而且正确的抉择 哈马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他争生存 他争长子的名分 而且他去做 为什么要争生存 刚刚我跟丁文姐们分享过了 在他那个时代 犹太人的社会中 如果寡妇没有办法再嫁 终生叫守寡 而且穿寡妇的衣服 不可以参加任何的社会活动 你要去KTV No 不可以 你要去逛百货公司 No 你要去看电影 每天待在家里 干嘛 等死 寡妇是好可怜的 所以刚刚提到 为什么主耶稣会 赞许那个寡妇 她只有两个头满 她把她投进去了 她真的可能再也没钱 没有人会接济寡妇 真正接济寡妇的是谁呢 可能是她家人 我们中国的社会 以前也是这样的 我们去想想看 对不对 中国的社会 不也是这个样子吗 所以我们可以看 犹太人的社会 也这样 对于寡妇 好像她就不是人一样 所以 他妈是一个很无辜的 她必须要反击 为什么 她要争生存 她要争生存 好 第二 她要争长子的名分 我们现在来看看 什么叫长子的名分 长子名分的红利好多 第一个可以取得双倍的土地 当 这个犹太要分土地的时候 长子是分两倍的 也就是说 长子是怎么样 有钱 第二 她还有什么 有社会地位 祭司的职位 祭司是当着社会地位最高的 最高的 她可以当祭司的 所以她有钱 她有社会地位 更重要怎么样 她还有权 这是长子 犹大既然是犹大支派的组长 简单来讲 就是酋长 十二个支派 大卫后来往南逃 就逃到犹大的境内 犹大的境内 其他十一个支派 是不敢进来的 在他那个境内 所以后来 大卫是在西伯仁 称王七年半 西伯仁是什么 西伯仁是犹大的首府 犹大支派人 按立大卫为王 因此展开了内征 所以以色列国就分裂了 那么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要继承犹大的长子的名分 是因为有下面三样东西 我有财富 我有社会地位 我有权利 我是他的长席 我为什么不争 我为什么不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联谊剧里面 那些宫廷剧 真的 都说他不争 他就一定死掉 这跟是不是一模一样 这拍的联谊剧 是很好看的 真的 他的高潮迭起 他不争 他就死掉了 所以他一定要争 他不能不争 逼着他非得争不可 还没有完 长子的名分 在属灵的里面 才是重要 长子 我们常常 主要是说 我们一定要是属灵的长子 什么是属灵长子 双倍的土地 就是我们会得到 主要是说 给我们双倍的恩赐 这个故事 真正重点是在这边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去争长子的名分 属灵长子的名分 我们要争 祭司的职位 彼得前书 是不是写到 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什么意思 今天你们知道 祭司怎么样 祭司可以做两件事情 他可以直接向神祷告 以现在来讲 叫做代祷 代祷的权柄 当时是属于祭司的 祭司才可以祷告 一般人要去祷告 要去拿一头羊 拿一头牛 最穷的像玛利亚他们 也要两只乳鸽 到圣洁献祭 然后祭司看他来了以后 我帮你祷告 这叫什么 代祷 这叫什么 代祷 权柄 是属于祭司 所以 属灵长子的名义是什么 我们要争 从基督给我们的 双倍的恩赐 我们要争 代祷 所以 你们就知道 这代祷的权柄有多大 可能我们一般忽略了 你帮我代祷 你帮我代祷 我们不能随便帮人家代祷 代祷 神必听 如果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我们要不要去争 祭司 当然要去争 这是属灵的长子 这是他妈故事 真正的用意在这边 这故事里面 很明显 旧约里面讲了很多的故事 所以在主日学的时候 最喜欢听这些故事 那主日学时代OK 可是我们大人 我们还要再听 再听的时候 已经不是听故事 听故事背后的属灵的意义 这才是重点 很多人都在觉得奇怪 旧约写那么多故事 干嘛要查经 那是因为就像现在这样一样 一个很莫名其妙的故事 记载在37章跟39章之间 结束 很快结束 没有任何的评论 我们看了是什么 我们内行人要看热闹 对不起 内行人看门道 外行人就看热闹 我讲错了 我们不但看热闹 刚刚故事好热闹 我们更要看门道 热闹完了 我们现在看门道 还有君王的职位 我们是跟主耶稣一同做王 我们去看 这个启示录的最后一章 最后我们是 天上有24个长老 每天在歌颂神 然后主耶稣坐在右边 然后主耶稣 我们跟主耶稣一起做王 听说你姐妹 这是属灵里面的教导 讲的三件事 就是他马当年在争的三件事 他要争双倍的土地 就是他要得双倍的祝福 我们难道不要祝福吗 到今天为止 到时候都是福福福福福福 为什么 我们要求祝福 我们要的就是个福 可是这边写双倍 你要不要 当然要 那 你要不要有祷告的权柄 当然要 真祭司嘛 我们未来最后 我们是跟主耶稣基督 一起做王的 我们原来是无份的 在以福所说二上十二 也怎么样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活在世上没有任何的指望 我们没有 但主耶稣给了我们长子的名分 主耶稣是长子的名位 他生涯就是长子 主耶稣是老大 他下面还几个弟弟 在世间上如此 天儿也是 所以我们就 借着主耶稣我们得到长子的名分 所以我们就跟主耶稣有分 我们就得到他双倍的祝福 这是我们过年以后 我们最重要要 这是今天跟弟兄们分享 最重要的 福是什么 双倍 所以主耶稣要我们说 你们要去尽量的竭力争取 去竭力争取我要给你的东西 他本身是犹大的长息 他竭力争取 为他的孩子争取 这在我们属灵里面是怎么样 我们就要努力得着基督 可是犹大要把他烧死 那是因为犹大没有看到 他自己眼中有两目 是看到别人眼中有刺 这是什么 这是在马帝福音七段世界就讲了 我们常常去责备人 只看到别人眼中有刺 没有看到我自己眼中有两目 犹大做了对不对 他是嫖妓 主长不可以嫖妓的 不可以的 而且那个地方根本没有妓女 哪来的妓女 对不对 所以犹大问妓是一个错误的事情 我刚刚提到 在当时的社会没有妓女 妓女都在庙里面 在寺庙里面 你不说是写得很清楚 没有很大妙 妙计就只有三千妙计 在庙里面 去了以后你给钱 还开收据 可以报税的 他是公开的 管事的 所以根本没有 具体这回事 我们从圣经上看 犹大是为了他自己家族的面子 为了他自己的面子 对不对 他没有审查 他立刻就把他的媳妇要烧死 这是什么 这个我们常常在社会里面 我们说是你错了 我们常常容易把手指向别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很少去虚心反省这件事 所以我们必须说这里面每一件事情 都有神的旨意在里面 我们可以看 昨天张子的名正在当时是何等重要 当然现在 现在我们台湾的时候 现在好像张子 没那么重要了 所以我也没去争了 因为我也不是张子 算了 生亚就不是有什么好争呢 对不对 我也不像雅各样扎着 扎着哥哥的脚车 没有啊 我也根本不是张子 可张子在当时是什么意思 就是双倍的财富 在属灵的里面是怎么样 是神要给我们一个长子的名分 这个故事非常非常重要 怎么样 它影响了整个旧约的写作 路德记就是根据 根据刚刚讲的他妈的故事 最后写的这句话 愿你的家像他妈 从犹大所生 法勒斯的家一般 这是在路德后来 要跟波阿斯结婚的时候 帮他证婚的长老 祝福波阿斯讲了这句话 可是祝福他的长老 永远没想到 居然他跟他妈是 后来都变成主耶稣的先祖 所以这句话多重要 愿你的家像他妈 在当时是地位最低落了 居然在证婚的时候讲这句话 从犹大所生 法勒斯的家一般 好奇怪的一句话 我们看路德记 四章十二一 我们不知道这句话里面 居然就是在预言 主耶稣的诞生 所以我们说是 你圣经念多少遍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把 旧约跟新约整个串成一起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到说 为什么我们读圣经 不能只偏新约 不读旧约 因为旧约里面充满了 神所有的启示 所有的恩典 到了新约来慢慢实现 所以这边才讲的 我们才发现到说 原来是这样子 原来路德记就已经预言了 从这边开始一路下来 是从波阿斯这一系列 到森法勒斯这一家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为了要得到基督寻求祂 我们就要奋不顾身去追求 去追求祂比我非常异 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不能只是过年的时候 祝福一下 我们是每天要求神给我们的祝福 那你就要每天去追求 去追求神要给我们这个长子的名分 我们一起来读 读经这一段 请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我们看都犯了罪 诗篇五十一篇三十四节 这些话是怎么来的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也是因为大卫他犯了奸淫的罪 强占了他手下将军的老婆 八十八 所以大卫写了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呢 在你眼前行的这个恶 以至你责备我的时候 才知道我做的是错的 你告诉什么是公义 什么是正确的事 判够我的时候 行为公正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不要去 不要去随便 去判断一个人的对准 因为你自己是对是错 都不知道 我们就判断给你对准 审判的事情交给 上帝追求的事情 我们自己去做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真的要感谢你 在春节的最后一天 云霄节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段话语 你告诉我们 要每天的去追求 要双倍的追求 因为你是要给我们 双倍的福气 我们的福气不是仅止于春节 我们的福气是365天 你都要给我们的 所以你要我们去 竭力的追求 在你的面前 寻为更公义的事情 求主保守我们 这一年的时间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行 带领我们做 比任何事业都有益的事情 在你眼前蒙恩 奉主的名感谢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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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